宋总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 如果你足够出色 兴趣你在这个地上 重点什么 不过 你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房子 也盖在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阳光是我的男人 我们有共同的事业 共同的生活 我们两个分享彼此的生活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林媒 如果你喜欢她 你可以远远地站着欣赏她 但你绝对不可以靠近她 懂吗 我要是不这么做 你要是不这么做 那我就把栅栏修好 然后把钻进栅栏的东西 给赶出去 说实话 我对你的一亩三分地 一点都不感兴趣 宋总 你想在里面养什么就养什么 想重什么 你就重什么 林媒 拿下一个尿不湿广告 你狂什么 如果我是你 一没文凭 二没钞票 三没住房 我也不会用眼睛 叮嘱别人的老公 我会安分手挤地打好工 养大自己的孩子 你别忘了 我能把你招进来 就能把你给开出去 你怎么来了 我给点点买的营养品 跟进口的配方奶粉 医生说啊 他这种年龄 最适合这种配方奶粉了 营业很丰富 拿着 营业不需要配方奶粉 她只需要一个有工作的妈妈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宋静是不是找你说什么了 她是你的女朋友 她说什么了 你可以自己去问她 林媒 您等等等等 宋静人不坏就是脾气太坏了 她的脾气好坏 是你要去应付的事情 我不想因为她的误会 丢掉这份工作 你够坦率的 杨光 请你理解我 我只能这样 我要在上海养大我的孩子 我没有权利 卷入到任何不必要的纠纷中去 李媒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两个朋友一样 好好谈谈呢 我希望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才这么坦率 只有这样 我们俩在工作上才能成为最好的搭档 相信我 这对我们俩是最好的选择 不认为了 来 昨天的存货 你可别忘了写进去啊 哪里还有啊 真是个猪脑子 早就用完了 这个礼拜的营业额 比上个礼拜多多少 我真的说不清 我又不是会计求生 整天你看算啊算的 脑袋都大了 俩人合伙开店嘛 你总得算算清楚啊 合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嘛 这可不行 咱们孤男寡女的 最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了 所以咱俩的关系啊 得搞搞清楚 好 不搞了 你是你 我是我 纵心了吧 但我们既然合伙做生意 总得有个互相信任吧 反正我们谁也不会 贪污盗窃敲自己的保险箱 整天你的钱我的钱 放嘴巴上叫啊叫的 难不难听啊 你现在好像钱多得数不清了 我呀 就对你大方 你别给我舍痛 我可不会往里跳的 你去哪儿啊 好让谁没看见点点了 我要去看看他 不光是看点点吧 我看谁关你啥事啊 你是对你 你从来打不开 把这都要完成了 就是我 完全这时候 你不吃东西 你就从来告诉你 ек湾 你过去了 我给你俩做几个招牌赛尝尝 好 海老板 半个老板 还差一半呢 什么时候两个人的合资变独资啊 韩美 你来 韩美 拿着 把斩奖的债还清 孩子哥 你每次来都给我塞钱 不可以的 你不说我是你哥吗 这妹妹拿哥哥的钱 有啥不可以的 拿着 这 这以前咱俩同甘共苦 这一分钱摆两半花的 今天就不可以了 孩子哥 你手上这几个钱 还不是开饭馆挣的 可是这饭店有你一半 也有玉里姐一半 你往我这儿拿钱 不合适 这关她啥事啊 你瞧你说的 就算是我跟你借钱 玉里姐不同意 都不行 我俩在钱上分得是清清楚楚的 那就更是你的不是了 孩子哥 玉里姐对你那么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硬生生地拖了人家三年 一个女人能有几个三年啊 我说玉里姐 怎么现在对我 没有原来那么亲热了呢 八成石对我 都是你找的局 赶快把你的钱收起来 我是你哥 你给我分得清楚干嘛 我是你哥 咱俩都是单身 钱上的事情 钱上的事情 还是分得清楚点好 阿美 那 那要是我和她结了婚 你是不是就肯收我钱了 你是不是肯收我钱了 对 阿美 你真的这么想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阿美 你 是 那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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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意思啊 结婚吧 你疯了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你做梦你不要你咬我 海瓜子啊 你呀真是三年不明 一名惊人 你呀真憋得住啊你 來 給我戴上 你真是三年不明 一名惊人 你呀真憋得住啊你 來 給我戴上 來 給我戴上 快 給我戴上 你呀 不怕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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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了 你也不怕 我沒有了 他的眼神 怎麼碰到 你呢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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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彎啊 白鸡吃一个好不好 白鸡吃一个 公司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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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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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美 怎么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我看你跟玉璃姐 都已经快忙晕了 她说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们就先回去了 这种热闹有时候也挺烦人的 我人这一辈有这么一次 我也没办法 你还想有几回啊 玉璃姐也要不错的 好好珍惜 那我走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别把人家新娘子 一个人扔在那儿 点点 来 来 让我们祝海瓜子舅舅新婚快乐 祝海瓜子舅舅新婚快乐 阿美 我和玉璃结婚了 你让我办的事 我可都办了 你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吧 咱俩现在 可是清清白白的凶美关系了 爸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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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今天大伙散得这么早啊 人家那叫失相 把好时间都疼给我们 你还不想早点歇了 这么早就睡啊 我还从来没这么早上过床呢 那我陪你说好话吧 说什么 说什么都行啊 说啥呀 今天才累了 不想说 那就睡吧 我还是 我还是想睡沙发 睡沙发 今天可是我们的洞房之夜 我还是想睡沙发 我就知道你还没忘了他 我就知道你还没忘了他 你还没忘了他 你还没忘了他 那是这个问题 发生了你 你有一点 对 那么早就说 你应该不会 也不忘了 你再不忘了 你再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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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糟糕的味道 还用你来告诉我吗 山之海味我是没吃过 可大宾馆大酒楼的师傅 经常到我们这儿来 学做乳菜的 本小姐吃腻了 大宾馆大酒楼 难得到你们这儿 换换口味 怎么 我还得受你的气啊 去 把你们老板给我找来 老板 老板 怎么了 外面有个女客人吵得不行 你说咱们卤菜变了味 按你的换换不就完了吗 他意思说要见你啊 见我 过去看一下好吗 走 老板 这是他 小姐怕有什么误会吧 老板来了 你这家店呢 我是慕名而来的 听好朋友说 这儿的糟货好吃 海鲜也是直接 从渔船上弄来的 对 有点瑜伽特色 怎么着 出了名就了不得了 店大欺客啊 这哪儿敢啊 小姐 我们这周围做瑜伽菜的 有十几家 你别看我们店面最小 可我们这菜 都是硬碰硬烧出来的 来 您坐 您坐 坐坐坐 小姐是不是对瑜伽菜 还挺熟悉的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的 我的老家就在玉桓镇 那儿就是靠着海的 金丽 你谁啊 你怎么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你 当年在玉桓镇 禁服饭店 吃白吃最多的就是你 你 你就是凌家饭店那 小伙计呀 小伙计关你屁事啊 你也不撒不掉 照着自己的脸 你整个白五金投胎 干吗 跑我这儿骗吃骗喝来了 你是不是骗吃糖嗖肉 骗上瘾了 你 你怎么骂人哪 骂你 我还打你呢 我真的挺阿妹 你身领巴掌 你敢 我 我是不敢 我好手不碰烂肉 你给我滚 滚啊 我是来这儿消费的 你凭什么让我滚出去啊 我花了钱 我就要在这儿慢慢地消遣 来 我不做你这声音了 我看你滚不滚 来来来 把他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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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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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他就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 大伙图的臭流氓 把我老东家一家害得叫惨 老东家是一命呜呼 他女儿呢是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叫这种人还要吃饭 去死吧你 我海瓜子从来不撒谎的 请大家多包喊啊 多多包喊 海老板你放心 咱们都信得过你对不对 对对对 好 有您这句话 我一桌加一菜 免费的 大家吃啊 海的吃 就这女人 找她出门让她压死 吃饭让饭叶死 爬楼让她睡死 生个孩子是白痴 大家吃啊 海的吃 谢谢了海老板 谢谢谢谢海老板 你太客气了 谢谢了啊 刚对你没事 小姐 小姐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谁啊你 我跟你说 我就是那个余家饭馆的老板娘 我找你说点事 咱们里边请 好吗 走走走走 我跟你说 来呀 小姐 我们做饭店生意的 讲究的是和气生财 海瓜子她骂你呀 是不对的 我呀替她给你道歉了 你谅道福的 可别往心里去啊 冲着你老板娘来跟我道歉 我不领情也得领情了 你那老公可真会骂人啊 骂得够狠的 我告诉你 这要是从前 我肯定跟她翻脸了 可是现在都无所谓 俗话说啊 出门靠朋友 既然你和我老公啊 早就认识了 那么大家就是朋友了 以后啊 还请你多多光顾我们小店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 你这老板娘好会做人呢 谁要是娶了你这样的老婆 那可真是她的福气啊 你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过得还不错吧 一言难尽啊 两年前 唐浩把我骗到了海南 自己就溜了 把我像扔破烂一样 扔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那会儿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我身上的钱 连住变的都不够 姓唐的 海瓜子跟我说起过 林梅是不很恨她 她们俩究竟是 其实啊 我也是让林梅给拖累的 谁让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呢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的 还害得我跟着一块儿遭罪 这海南真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白天干推销 晚上还得干 那你倒说说 这事林梅她有没有错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这唐浩 怎么单单就钉上她了呢 这么说 她还挺不安分的 你这干嘛 我跟你说话 说话就说话 你关什么门啊 你不怕脸红 我还怕丢人呢 你又怎么了 我刚才追那女人去问了 你妹子 打小就不是省油的灯 我告诉你啊 你别同那臭女人啰嗦 她男臭子没说了什么屁话 你别没完没了啊 我可告诉你 你要不跟阿妹离得远远的 我跟你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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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挺好 你跟我请啊 好 你轻点 你妈不舅舅脖子弄疼了 啊 小坏蛋 孩子哥 礼拜天酒楼生意那么忙 你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 这不是给你改善生活啊 好久没尝我的手艺了吧 洗个家乡菜 你这怎么了 没事没事 又跟玉璃姐吵架了吧 玉璃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经不起别人挑剔 听了点风言风语啊 给他个棒吹 他就当真 是 点点 不玩了啊 回屋洗几手 咱们吃饭了啊 你们呀 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不见面呢就想 见了面呢 有没完没了的吵 真是 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谁啊 金丽 是 他在上海 嗯 他在上海 走 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 快 你找他干嘛 你瞧他这个样子 你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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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知道唐浩在哪啊 他也未必知道 玉璃追溯就问他了 他倒坦白 他说啊 早就让唐浩甩了他了 他这两年在海南 我看那日子也不好过 你看那样变得 哎呀 妖妖气的 我差都认不出来他 不过玉璃留了个心眼 跟了他紧过 说是住在淡家路 淡家路 喂 谁啊 哎呀 赵先生啊 你怎么有时间打电话给我了 太阳从西这出来了 什么 碰头啊 好啊 在哪里啊 我给你帮拿来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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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给你帮我来 有个工作 你帮你帮你帮我来 那钱啊 他说要在你帮我来 我能帮你帮你帮我来 我你帮我去帮我来 快 我去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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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来 丽梅 真的是你啊 我们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我 我 只能有多久没见 好 我 你 好 你的 我 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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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老爹他已经惩罚我了 太阳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抬着手 要不 要不我给你跪下 你站起来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 你跟行事走路有什么区别 你浇药你的小啊 我肯定有什么区别 我肯定找到区别的区别 我肯定也找到区别人 我肯定已经在区别 成长区了 多么有ster 我要做两个区别 更不计地 我肯定有想到区别 我肯定最多的区别 我肯定是 我觉得很浅 你肯定是 我们以后不要再拿阿梅说事了 好不好 我这儿没热水 你凑合着喝吧 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开了一家半死不活的美容院 饿不死也赚不了 每天就这么打发日子呗 实在无聊的时候 就喝喝酒 抽抽烟 反正总有办法消磨时光 林梅 我当年没给你做证人 你是不是一直挺忌恒的 是啊 我把你伤得太深了 这事搁谁身上都忘不了 你说 我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哎呀 我都悔死了 你知道吗 这两年我天天晚上在做噩梦 老天可以作证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只要你能原谅我 只要咱俩能成为好朋友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啊 我今天来看你 已经说明了我的态度 与其说我恨你 不如说我更恨唐浩 应该受到惩罚的 是他 丁林 只要你肯帮我 我们就有机会 把那个混蛋生之以法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我能说什么呢 你还是当年的那个劲头 这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 上哪儿说理去 法院的追溯期有十二年呢 哪儿没有说理的地方 哎呀 林梅 不是我说你 你现在过得挺滋润的吧 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人到了这个份上啊 为了保住这张脸 把自己的过去都藏掖起来了 你何必再去肩那块伤疤呢 至于我 好死不如赖活着 哎 能活到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不容易了 过一天算一天呗 好 来 金理 你不该这样想 当初在我那件事情上 说到底是你私心太重 怕得罪唐浩自己吃亏 而且 你对他还抱有幻想 但是你怎么就没有想到 你一旦对他失去利用价值 他同样会对你下毒手啊 金理 你不是一向会算计吗 你怎么就没有算计算计 唐浩对你对我欠下的债 怎么就没有好好想想 如何去向他报仇 那你在海南吃的那些苦 不就是 统统白搭进去了吗 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刚才跟我讲的 你大堆补救的话 就全都是口是心非 一文不值 你不想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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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丽妃 我要是饶了她 不行 我要是饶了她 我这些年的哭我都白吃了 丽妃 我要和你一起 我要和你一起联手起来 去找她算账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个混蛋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鬼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呢 好 嗨 快点啊你 好好好 我要背着你去 周游世界 咱们去 去美国好不好 不去 去法国呢 不去 英国呢 你不去 那你到底想去哪儿 我想 我想去上海 飞不动了是不是 怎么越走越慢 快点快点啊你 小心小心 你想摔死我呀你 对不起 对不起